大家好,我是學長,歡迎來到學長的開箱 那下部影片會在每週是更新一些親民咖啡的器材 以及小知識,如果你對親民有興趣的話 歡迎按下訂閱與小鈴鐺,就可以收到每週的推播囉 好,今天要開箱的是這一顆Wind的濾杯,風的濾杯 那這個濾杯其實是由Congress咖啡的團隊 他們研發設計,然後除了在日本的這個叫做 賴褲燒,燒著成的白尺,可以看到尺寸很大 但這個大是有它的設計目的的 那學長,就是這個濾杯其實蠻長的一段時間的 那今天跟大家介紹主要有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它的風味特色,大家最關心的 第二個部分是它的設計為什麼可以造成這些剛才說的特色 這部分學長會花一些篇幅,其中會涉及到一些 萃取原理,大家可以來聽聽看看,聽不聽得懂 第三部分就是實際上充足一下 並且充足的過程之中我會跟大家講一下一些充足的小撇步 讓你充足起來會更好喝 首先第一個部分跟大家講一下它的風味特色 它最顯著的特色我覺得可以分為三個點 第一個點是它的甜感非常的明顯好做,而且清晰 這個是如果你平常喜歡用追省綠杯甜感做不出來的話 這是一個很好的福音 可以喝喝看精品咖啡甜的部分 第二部分它的乾淨度確實是滿好的 尾巴苦雜味很低,之外整個喝起來比較不濁 所以它的特殊風味的表現就是還滿清晰的 這個也是不錯 第三點是關於它的風味不太會有水感問題 尤其是對於你平常悶蒸悶蒸的不好的朋友們 就是從來會水水的沒有味道,或是牛很淺焙豆 一些很硬的豆,一劑豆這些東西 老是沒有味道的 這個綠杯可以幫助你減少它的水感 喝起來比較飽滿啊,紮實一點 所以這也是對新頭來說是個福音 這三大特色我都覺得是滿不錯的 尤其它的審美對於台灣來說 你應該會喜歡它的層次表現的 OK,這是三大特色 那為什麼會造成這樣的風味呢? 我們來討論一下它的設計結構的部分 那我們先看第一個點 這個點很清楚,就是它的落水孔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這落水孔呢 它都貼附在我的杯壁的邊邊的部分 就是這個平台的最外圍 那這個作用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一般來說,這種搭配蛋糕濾紙的濾杯啊 當我的咖啡粉水下去的時候 我的濾紙很容易貼附住我的這個落水孔 那如果塞住的情況之下 我整個流速就會變得很慢 很容易造成苦澀味、苦雜味 但是呢 這種設計 可以看到我的這個落水孔的部分 完完全全在肋骨的邊邊 所以肋骨就會形成一個這樣子的 往上拖的一個黏附的力量 所以我的孔洞在這個情況之下 它會有不太會壓住 會形成一個小小的空隙 所以它充足過的時候會發覺說 這五個孔洞幾乎是不會被這個濾紙所覆蓋的 就可以確保這五個孔洞它的排水是正常流暢的 可以減少非常非常多的乾淨度以及流速過慢的問題 所以這一點我覺得是一個我非常非常喜歡的設計 那第二個部分呢也是 這也是WIND的濾杯的最主要所宣傳的點就是這個 這個斜面 肋骨邊邊有個斜面的設計 我可以看到它每一個肋骨邊邊都有一個小小的斜面 所以讓它整看起來好像有一個螺旋角 這樣的一個排列設計 像剛開始拿到的時候 覺得這是一個很 不能理解的設計 因為正常來說呢 這種蛋糕濾杯它的肋骨本身的作用是沒什麼作用的 一般來說呢其實這個蛋糕濾紙這個折紋的部分 它就是跟我們一般的濾杯肋骨的功能是一樣 可以讓空氣排出 進成一個比較好的排氣現象 但是呢因為搭配蛋糕濾紙的情況之下 我就不需要這個肋骨了嘛 所以我原本還覺得說這個肋骨線就是沒有什麼太大意義 但是 這是WIND的這個濾杯實在是很有意思就是 它故意設計這個肋骨 但是它的功能並不是當作肋骨 而是用來導流 因為它斜斜的這個 這個斜面設計 所以我在給水的情況之下呢 我的水會有點像順著這個 這個葉片的設計 會形成一個像是漩渦一樣的 一個導流方向 那同時間呢我剛才說嘛 這個濾杯大肆有道明 同時間因為這個濾杯非常的大 所以當我的水下去的時候呢 我的水體會有很大的空間 可以把我的所有的咖啡粉均勻的散佈在我的水裡面 同時間又碰到一個這個葉片式的旋轉設計 所以我的咖啡粉呢就可以比較自由的在我這個水體裡面 進行四散旋轉的功能 有一點點像 我用一個手沖符用大水進去我的濾杯裡面 讓我的濾杯的咖啡粉均勻進行一個翻角 那這個翻角的動作呢 就可以讓我的咖啡粉 原本是黏在一起的粉層變得四散 這個時候呢比較輕的細粉就會浮在我水面上 比較重的粗粉就會往下沉積 所以形成呢它的細粉不容易堆疊在下面的這樣的一個現象 那細粉不堆疊在底下就比較不容易塞住 你的苦澀味苦雜味也比較不容易形成 這是它的第二個我覺得很有意思的點 就是關於這個葉片的設計 那其實呢這個設計呢 尤其對於一些磨豆機比較入門的 它細粉率很高的 細粉超多的磨豆機來說 它的感受都會比較明顯 那如果你的磨豆機等級比較高 它細粉率的安排比較正常一點的話 這個設計本身呢可能影響不會那麼大 所以我剛才說它很適合新手 那第三個部分是關於它的流速的部分 因為它的流速呢是 剛開始給水的時候呢 比較快一點點流速比較快 所以可以做出一些果酸 後半段的部分流速還是會放慢一點點 所以它前質的表現呢也會比較清楚 所以呢它的前後層次感是容易做的 那這也符合台灣人對於一些層次感的審美齁 所以我覺得確實台灣人設計的濾杯 還是蠻符合台灣人喜歡的口味的齁 最後呢弄懂了這些結構以後呢 需要再跳出來這個狂角跟大家講一下 它的注意事項好不好 OK首先呢是 因為呢它已經是一個蛋糕濾杯的結構 所以它的甜質跟口感的部分 基本上大家不用擔心嘛 就是基本上可以確認它就是甜的 那一般蛋糕濾杯容易因為流速變慢 那導致的苦雜味的問題齁 因為它有這個孔洞的設計 以及它的這個葉片的設計齁 所以呢它其實苦雜味的問題 降得很低很低 尾巴乾淨度 基本上呢是不太需要待機的 那我們需要待機什麼 聰明的各位應該想到就是 那我前半段的煎香跟酸質 會不會因為流速整體比較偏慢而不足 好希望告訴你 你的擔心呢是正確的 但是我們是有方法可以去稍微調整一下的齁 所以這也是今天的一個小Petbot 如果今天呢 你在用這個濾杯的時候呢 你喜歡用的是比較偏粗的研磨 可以把整個研磨度稍微調出一些些 讓我的前半段的流速呢飆快一點點 因為研磨度變粗了嘛齁 這個時候呢就可以確保 它的前香跟酸質變得比較豐富而立體 OK齁 這是如果你用粗研磨 就可以搭配悶蒸的狀的方式齁 讓你的前香變得更豐富 但是如果你平常喜歡用的是細研磨 database 那你可以考慮不要悶蒸 把悶蒸跟第一段的給水树混合再一起 一次給 譬如說我平常喜歡悶蒸40cc 然後後來第2段給到180 你就一口氣給完 就不需要分段 就一口氣給到180 這個時候呢 因為沒有悶蒸 它的萃取率就不會.. 增加太多 所以你的前半段流速會比較快 你可以作出比較足量的香酸 而且你也不用擔心說它會不會沒有悶蒸和水 因為它是蛋糕濾杯的結構 所以比較不會有水的問題 就可以放放心心的不悶蒸 所以你如果弄懂了這個邏輯就知道說 濾杯本身就幫你解決了甜感、口感、乾淨度的問題 最後再補一點點自己的手法 就可以讓你前段做的香酸都很飽滿了 弄懂了以上的邏輯跟特色以後 我們就準備開清實際的充足了 好,那這個充足法其實在這個WINDER濾杯 它的說明書上面就有標示 我覺得我第一次用就覺得很好喝 所以呢,學長也用這個手法來跟大家講 但是呢,裡面含了學長的三個調整點 首先呢,我們先放蛋糕濾紙 這是185的濾紙 放出去以後呢,不要忘記要先洗一下濾紙 因為這種蛋糕濾紙它的紙味都比較重一點 所以我們可以先用比較多一點的熱水 充分的讓我的紙味比較沒有 OK,不要忘記啊 記得要把這個水倒掉 不然你待會就會很慘 不但水,而且還會有紙味 你的咖啡 OK 好,接下來呢,我們就20克的咖啡粉 那研磨度的部分呢 我現在使用的是比較粗一點點 我平常大概是用小富士的5左右 這個我們會用到5.5 很會比平常再粗一些些 把它搖平 然後我們待會呢,會有悶蒸30克 然後第一段給水可以到180 然後後面兩段60、60 都要240跟300 就是這樣子的多次的給水的方式 我們的調整點呢,悶蒸的部分我們都不調整 就是用30克,然後悶30秒 但是呢,如果第一段到180這一段 如果我的給水的大小會影響它的風味 所以我們先來邊做邊跟大家聊 好,首先第一段我們現在做悶蒸 正中間給下去不用停留 往外繞 繞到最外圍收 30.6 可以看到蛋糕濾紙 這個WIN的這個杯 我們不需要正中間停留時間特別長 正中間給下去就往外繞了 然後繞到最外圍剛好就是30克 也不需要回來 所以呢,因為它的粉面非常的大 所以就是正中間給下去 往外繞 就可以了 然後等30秒 那接下來第二段呢 我們給到180對不對 這一段 如果我的給水比較大 它的酸質的表現就會比較漂亮 如果給水比較小 那它的酸質表現就比較不明顯 會比較酸甜酸甜 就看你想要喝的是酸質強不強的 然後第一段我們給大水 正中間給下去 順順的往外繞就可以了 我會繞 然後繞到最外圍以後 再順順的繞回來就好了 沒有什麼特殊的 一定要繞到哪裡 就內外均勻 好,水稍微偏大一點 給到180 OK 好,這個時候呢 我們的流速會滿快的 這個濾杯是前快後慢嘛 所以這段給大水 它的酸質表現會滿好的 然後後面我們還有兩段就可以60 60 那學長選擇呢 後半段我給比較小的水 它甜感的表現呢 再更強勁一點點 那你不要擔心啦 因為它本來就是乾淨的嘛 所以我用小一點水 可以堆疊更多的甜感跟一些油脂感 喝起來會更豐育一點 好,差不多流完以後呢 好,這兩段我們都有小水 正中間 好,小水也不用過分小 好,就比較小一點點 然後給... 40 給它240 就是60CC 好 可以看到 60CC這一段 我會一點點像積水一樣的狀態 但是不用擔心 它的流速是很順暢的齁 所以就讓它有一點小鹽 進入小鹽水狀況 其實可以讓它的甜感表現呢 拉得更清晰一點齁 不用擔心會有苦雜味的問題 好,稍微等待一下 好 然後,OK 順順的流完以後 我們給最後一段 一樣是小水齁 這兩段的水一樣大就行 好,正中間 給水 小水 然後也不用特別正中間停留久齁 它要不是錐形濾杯 它就是順順的內外正常多就行了 然後給完以後呢 順順的 稍微我可以繞一下齁 讓我的 掛在粉牆上面的咖啡粉呢 能夠被帶下來 這樣子可以讓 有一些掛幣的咖啡粉也進到水裡面 進行比較完整的萃取齁 所以這個手法本身的目的是為了 搖晃齁 其實可搖可不搖 它就可以增加一點點的萃取率的完整性 然後等它全部留完 大約在三分鐘左右齁 大家不用擔心說 三分鐘會不會太久 因為剛才說了嘛 因為它的設計原理的關係 所以它本身 時間長一點也不太有骨色味的問題 然後 需要跟大家講齁 我們第一段 悶蒸完以後 到180這一段 跟後面60、60兩段 如果你第一段的給水是比較大 第二段的給水 後面兩段給水是比較小的 它的層次感會拉得很明顯 前面酸質放大 後面的甜質增加 那如果我不想要層次這麼明顯 我想要喝甜感溫度 可以第一段的給水放小 後面兩段的給水放大 它就會往中間靠攏 所以它喝起來就會往前質集中 前面小後面大 那如果呢 我就想要喝舒服感 就是它的連貫性比較強 可以前後的水差不多大 那整體喝起來 比較不會有太明顯的層次 但是會有很好的連貫性 素質度會比較高 所以呢 這是一個小Cable 在這個框架之下 我可以利用第一段跟第二段的給水大小 去調整一下它整體的風味的層次表現 那我們沖完了 我們來試喝一下 這裡 其實香氣本身呢 算是蠻OK的 以蛋糕濾杯來說 香氣表現已經算很好的 等你甜質為主 然後也有不錯優秀的酸質 甜質真的非常的清楚 尤其是它的乾淨度 確實是不會讓你吃亡 好 那以上就是關於WIND的濾杯 它的一些設計以下的風味 如果各位有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希望會來為大家做解釋囉 那如果大家對這個濾杯有興趣的話 目前WIND的濾杯在挖杯的平台 進行募資 那喜歡的話可以去了解一下詳情 或者是下單囉 那我們的影片就到這邊為止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